前两天被朋友种草了一款网红面包 叫奶香吐司 奶香味十足 非常好吃 那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它的做法 那做这个面包之前呢 头一天我们要准备好一块老面 我们把老面食材里的面包粉 酵母 水放在一个碗里 搅拌均匀以后 放在冰箱里冷藏一夜发酵 现在呢我们开始做面团 这个面包面团的湿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烤出来的面包质地非常柔软 我们把高筋面包粉放到里面 奶粉 细砂糖 一些盐 酵母粉 先把厨师机这些食材搅拌均匀 发酵好的老面呢 大家看就是这样的 非常蓬松 而且有很明显的蜂窝状 现在我们把老面加进去 把牛奶和奶油的混合物倒进去 这个面团呢 我加了不少的淡奶油 想让做出来的面包奶香味更加浓郁一些 我们装上和面钩 打开机器 开始搅面 当面团活成厚膜状态 也就是不光滑的这样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加入室温软化的黄油了 然后把它搅拌成手套膜的状态 加入黄油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机器调到五档 来快速揉出手套膜 好 现在大约十分钟过去了 我的面团差不多搅好了 我们在搅面团的时候 一边搅一边随时观察它的状态 面团要搅成这样薄薄的手套膜的 这样的状态 那你把它戳个洞的时候呢 它的边缘是比较光滑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把打好的面团 从厨师机里拿出来 把不光滑的面窝到下面 然后放到玻璃碗里 盖上盖子 室温醒发四十分钟 面团在发酵的这段时间呢 我们把奶酥部分来做一下 把黄油放到微波炉 融化三十秒钟 现在我们把融化好的黄油 倒在低筋粉里面 加入奶粉 即适粉 白砂糖 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就是美味的奶酥 现在四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面团发酵的状态 用食指蘸一点点干的面粉 捅下去 你的面团没有回缩也没有塌陷 证明你的面团就发酵好了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面板上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把发酵好的面团拿出来 非常健康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团排气 再撒一些面粉 我们把面团折叠一下成长方形 等一下方便我们把这个面团擀成长方形 然后再对折 好 这样以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在面板上 继续醒发半个小时 醒发的时候呢我们盖上一个茶净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面团 已经发起来一些了 现在呢我们再给它上面撒上薄薄一层面粉 因为刚才我们把它折叠成方的形状了 现在我们再给它擀成长方形就非常容易了 拿一个擀面杖 现在我们把这个面团先压一样 然后把它擀开 我们把面团擀成长方形 把尾巴这一部分呢按薄按扁 这样等一下我们的面包卷起来会更加平整 现在我们就把黄油奶酥 给它放到面包胚上面卷起来 这个黄油奶酥如果在使用之前有点发硬了 大家可以放到微波炉里去加热30秒钟 我们要把奶酥抹均匀 这样每一口你都能咬到香甜的奶酥 非常好吃 现在呢我们就给它折起来 折的时候呢要紧紧的卷在一起 尾巴这部分呢我们就给它卷起来 然后捏在一起 捏紧 我们把两头收紧一下 防止馅跑出来 像这样 然后我们把面包胚放进去 把它放在一个密封的环境里 醒发一个小时 烤面包之前呢我们要先把烤箱来预热一下 烤箱预热到180度 烤箱预热好以后呢我们把面包胚放进去 把温度降到170度烤35分钟 我的吐司烤好了 我们烤好的吐司以后呢把它打开袋子 直接脱模 脱模的吐司呢我们要放在这儿放凉一下再切开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吐司 是这样一圈一圈的 有非常漂亮的纹路在里面 吃起来也非常好吃 特别是刚刚出炉的 好香 如果你的吐司放凉了以后呢 第二天可以把它放在吐司炉里烤一下 然后上面再抹上一层黄油 味道也是非常棒 这个舒服非常简单 快带着它到你的厨房试试吧